就在巴黎民眾持續悼念兩週前 與恐怖襲擊中喪生的亡靈之際 超過150個國家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 於11月30日齊去巴黎 出席了在這裡舉行的 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 此次峰會的目標是 通過限制造成氣候變化的 礦物燃料的排放量 把全球平均溫度 與工業革命之前的水平相比 升溫限制在2攝氏度 甚至更低的水平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在峰會開幕式上 對世界各國領導人強調 今天你們將在這裡 為一個全新的未來寫下劇本 潘基文說 氣候變化不考慮國界 世界科學家們 已經闡釋得很清楚 氣候變化正在發生 而且速度遠遠超過預期 這位聯合國秘書長並進一步提醒 全世界都必須知道 我們要朝著一條低排放 適應氣候變化的道路前進 並且沒有回頭路 在大會召開前夕 超過180個國家已經提出 應對氣候改變的長期計劃 這些國家排放了超過90%的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 據悉 這些長期計劃將致力於 在2020年之前努力應對 減緩並適應全球氣候變化 德國 俄羅斯 英國 法國 等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 都出席了開幕式 並發表了講話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 就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行 二號晚間抵達巴黎之際 中國北京卻遭遇了 今年年內最為嚴重的霧霧污染 習近平在開幕式上發表了題為 攜手共建 合作共贏 公平合理的氣候變化 治理機制的講話 他在開場白中強調 中國致力於應對氣候變化 在接下來的講話中 習近平闡釋了中國 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 他提出 中國將於2030年左右 使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 並爭取盡早實現 並建立全國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場 習近平最後表示 希望世界各國攜手合作 在巴黎氣候會議上成功達成協議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萬科爾 張力聯合報導 在巴黎氣候會議上市場 在巴黎氣候會議上市場